大概是一个月后面我已经考接照 我觉得现在我开车海南应该是还可以 考了也不很简单 但是一定有考 没有出来应该是有点难 现在我觉得成功了 可以开车海南 眼前的这位外国青年名叫乔治 来自格鲁吉亚 目前在海南边读博士 边开办公司从事跨国贸易 乔治告诉记者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 给外国人在这里创业生活 提供了许多便利 海南自贸港来了 我们的优惠越来越多 现在外国人都安排来海南传业 我第一次开了公司 应该是他们给办公室免费 仓库优惠 现在我做工作前见 也很方便 大概是一个星期可以做好 如今乔治在海南考了驾照 开了公司 最近他又得知中国 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居民 按时需原则在海南购买房地产 他表示想把家安在海南 同样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 企业在投资建设方面 也感受到了自贸港速度 海南建设自贸港短短一年时间内 在杨浦经济开发区的多个项目建设工地上 一栋栋建筑拔地而起 海南奥斯卡国际良油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慧介绍 该公司厂房在建设过程中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报件和审批环节节省了很多时间 自贸港政策不仅为企业建设节约了时间 同时也为企业节约了生产成本 实行加工增值30%以上 可以享受免进口关税的四点企业 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利好 可以节约我们每吨成本300块左右 按我们的加工量是一年100万吨 那这个数字省下来就是一年将近3亿人民币 非常非常可观 记者近日从中共海南省委 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 一年来有关方面 以密集出台政策文件110多份 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包括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优惠 一付两证零关税清单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若干措施 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等 其中大部分是海南自贸港特有政策 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新机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